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国老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果树里面的新秀 叫肥油果 肥油果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听过 但我今天介绍这个评论是安德瑞 它是一款嫁接苗 它在这么小的时候就能够实现开花挂果 一般的肥油果如果不是嫁接的话 通过其他的方式繁殖的话 可能开花挂果比较晚一点 所以咱们想要它挂果的 尽量是嫁接苗会更好一点 肥油果现在这个季节差不多5月份 然后它的这个纺帝上已经开始换新衣服了 它这个叶片老叶子基本上都脱落掉了 然后新叶长出来的时候绿油油的非常的好看 这个叶片背面还带有白色的油毛 看起来质感非常的好 这个花朵的话它的受粉是比较奇特的 我们肥油果是一个外来的物种 它不是靠蜜蜂的 一般香味是很难吸引它来受粉的 所以我们一般受粉是靠什么呢 它是靠这个昆虫来吃这个花瓣 然后顺带帮它这个柱头受粉 如果咱们家阳台空间不够的话 你看这都是花粉 可以自己来用手蘸一下 蘸一下花粉之后再蘸下柱头 中间是它的柱头 这样就受粉成功了 一般在户外的话 只要风大的话 这个受粉是可以的 它这个品种的话不但可以自己受粉 还可以支援一下别人 那受粉成功之后 最为神奇的是它这个花瓣也是可以实用的 非常的好看 然后可以把它摘下来之后 可以直接掀实 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很甜的 然后还可以把它用来熬糖 肥油果的话它不仅是南方可以种 然后北方的朋友来冬天也可以拿到暖气房里 然后春天再移出来 就是最低温度 五度的时候再移出来 这样的话也可以养得很好 你看这么小的苗 它也就能够开花 不仅观赏 而且还可以食用 肉质的像果冻一样的 非常的香甜 混合了很多水果的这个香味 如果你喜欢一个比较新奇的果树 总是兼具一点观赏价值的 那这个品种的话一定是要逃离来一瓶